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中成药文说中南山工程学院院士 抗疫专家推荐了很多次 为什么会推荐这件事呢 中间有什么我们不了解的呢 会不会有很大的利益集团在后面呢 我不得而知 在网上流传 这只莲花清粉胶囊受到美国食品药物监督局认可了 FDA 第二 这只莲花清粉胶囊受到美国食品药物监督局认可 可以引起发烧肌肉疼痛 喉咙痛等症状有些奇妙的效用 网上流传 网上流传 所以大家就去抢 香港人什么都去抢 每次都抢一餐 这些媒体就问专家究竟是怎样呢 第一 询过了 这只药是没有受FDA认可的 没有美国食品药物监督局认可的 第二 究竟他有没有这个作用呢 有没有这个 可以舒缓发烧 肌肉疼痛 喉咙痛等症状呢 专家说呢 其实说法就是 并没有比必利痛好 没有证据好过必利痛 没有证据好过必利痛 这个是很清楚的 香港的专家说的 没有证据好过必利痛 哎 有时会觉得现在 香港市民和香港特区政府一样 若石乱头 你知不知2003年的时候 小弟在做记者 香港大陆都是抢购板蓝根 板蓝根的忠诚也被抢购 现在呢 这个莲花清风胶囊 本来是20多元盒 现在炒到100元 价值了哪个呢 价值了以领药业 在深圳上市的股价 秋升 只是2月就升了17% 但是这个莲花清风胶囊 在中国国家卫健委里面 列入可以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方案的药物之一 好 大家想吧 究竟大家会买这一款 中南山和这个药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经常推荐 大家自己做一个 做一个决定 你们做不做这件事 好 今天我重点说的是特区政府官员的态度 以及现在是否需要 无论如何都要制定家居康复也好 家居隔离家居检疫的措施和指引 反正客观效果他们都不能进入隔离设施 官员的态度如何呢 早前李家超上了深圳 和内地专家中央派来的一些官员 自己去宣布找谁做领军 做召集人 搞这个专班 让林郑一巴掌下去 大家知道在今天 抗疫成为最重要的任务 这是习大大说的 官员要争相表态和争相表现 你看看李家超在网子里面写的一番话 我觉得很值得讨论 他说什么呢 他说特区政府已经进入全面的作战状态 去应对第五波的疫情 冲生感谢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特区协助的要求 支持香港抗疫 只要港人团结一致 不分化不内耗 有国家做后盾 抗疫战必胜 这番话 完全是用大陆的用语 大陆说要消灭病毒 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战里面 这就是作战状态 大陆也说抗疫不是一般的做法 写了很多文章批评特区政府 是一场战争 是一场人民战争 李嘉超在网字 香港当前以稳控疫情为压倒一切的任务 这是习近平说的 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 采取一切的标准措施 确保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确保香港社会稳定的大局 做到三个一切和两个确保的要求 这是李嘉超在网字 重复习近平的说法 这是中央 承诺协助特区政府 短时间内 包括派流行病学专家来 派两部流动检测车来 两部流动检测车做了多少事 协助采养派专家和几百名工作人员 协助香港建设隔离和治疗施施 在竹高湾和游轮码头 建立一万个单位 是中国建筑国际集团被委托成建 行政长官和中联办副主任出席 动土例 除了要体现中央和各个省市 对香港的关怀和协助之外 最重点是建筑是不需要招标的 急事急办特事特办 多少钱呢 亿谁呢 李嘉超这番说话 完全用了中国大陆的用语 前途无可限量 李嘉超有机会更上一层楼 重点是想说 今天隔离设施不够的情况下 医管局或卫生防护中心 他发出一个指引 出院条件的指引 其实是间接承认居家康复 居家隔离 与病毒共存 政治上真是不正确 但你没办法 在目前的艰痕的环境下 数以千计的人 确认每天 累计是以万计 根本不够人 不够地方不够人去应付 唯有最后都要居家隔离 他又不承认这个事实 他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核酸检测阳性或初步阳性 要较高风险送到医院 如果你没有病症 教高风险送到医院 也不能送到 等一整星期才行 如果你没有病症 或轻微病症 就要送到社区隔离设施 送到社区隔离设施 是怎样呢 如果你送到社区隔离设施 后 家庭的情况是许可 7天 如果你是阳性 你要继续在社区隔离设施 逗留 如果是阴性 就可以回家 逗留多久 回家14天再检测 阴性就可以自由离开 家居情况不可 的话 继续逗留在社区隔离设施 就是这样 最后一段是这样 最后一段是 如果你等候期间 等待社区隔离设施 是为上代入院人士提供 包括医管局的指定诊所 和服务的医療设施 如果你是 等待入院 等到14天之后 你是阴性 结果显示阴性 是无需送往社区隔离设施 可以自由离开家居 你听完之后 就得淡笑 换句话来说 如果你的前提是 你没有病症或病状轻微 现在就在家等 因为你送不到社区隔离设施 没有 不够位 还未起好 大哥 在家等 等14天 期间你不停检测 有时就不要吃那些清溫浇浪 有时就吃必利通 喝多点水 睡多点觉 还有事的话 你觉得不舒服的话 就打电话 1836115 就问我现在是这样 然后等足14天 你验了阴性 根本就不需要隔离设施 你就可以离开了 你觉得是否听完之后 你觉得 你客观存在家居 檢疫家居隔离家居康复 客观存在 你被逼存在 但是呢 他又不承认 这是一个政策 也没有制定一个政策 我前天讲的影片 讲NHS 即英国的NHS 是一个很详细的丹章 你是会有头昏伸气 喉咙痛等等 你不用担心 过几天就会好 如果你一旦出现以下的症状 较为严重的症状 你就打一一一 再严重一点 你可能会去急症室 什么是较为严重 什么是严重 写得很清楚 好了 你再不是 不如这样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叫做脈搏血氧仪 就是 甲手指那只 我建议 百多元 香港可能是 200-300元 我刚刚上去Amazon 看过 不同的牌子 这种血氧仪 大概是 14-5磅 14-5磅 大概是 500-6元 我也想买回 开门口 很有用 就是他很客观地 讀到你的身体状况 你的血氧的状况 你的脉搏 你的脉搏 如果你低于某个水平 即使你 我觉得我没什么 低于某个水平 就证明你 你的血液的含氧量是低 你真的可能会 头昏痴 很不舒服 血压也可能会受到影响 即是 你身体里面的器官 包括你的肺部 包括你的心臟 可能会受到有些影响 你现在很客观的数据 别人很清楚 这个 脈搏血氧仪 我前天那条片出来之后 有些听众告诉我 原来这个脈搏血氧仪 新加坡政府 是家家户户都派一个 后来搜索的资料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就是在2021年的年中 大概是六七月 或者七八月 他有一个公布 由淡瓦石基金 大家知道是政府的主权基金 淡瓦石基金公布 每个家庭可以在2021年 7月5日至8月5日 一个月内 免费领取一个脈搏血氧仪 Oxmeter Oxygen meter 去查身体血液里面的养分 夹在手指上就可以了 很小的 手指大 或手指配领大 寬分 夹在食指上 有毒素 包括一个毒素 就是脈搏 一个毒素 就是血氧的情况 血的陷氧量 基金会是这样说的 新冠冠状病毒的患者 和接触者可能是无症状感染的 算是肺部受损的话 有些水平下降到危险水平 患者可能都感觉无痒 他是这样说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 使用脈搏血氧仪可以定期 测量血氧含量 一旦发现血氧含量 毒素基于90% 就是表示危险的水平 一定要马上去就医 一个人血氧如果是90-90% 都属于较低的水平 可能需要补充血氧氧气 可以寻求医生的意见 很客观 95%以下 我提过 你就需要去注意 你要问 究竟我这个情况行不行 一跌到接近90% 就到了危险的水平 就要马上去看医生 他的做法是怎样的 他说 新邮政会在6月18日去年7月到7月3日 将附上兑换标签的传单 分发到每户家庭的信箱 公众就是凭这个传单 和兑换标签 拿到一个换领柱 就可以兑换脈搏血氧仪 公众也可以代表其他家庭成员 或者朋友 邻居领取这个脈搏血氧仪 但必须和他附带的 兑换标签的传单 很多地方可以换 全新加坡三百多间可以换 包括一些超市 包括屈臣市 藥房等等都换 新加坡和香港是很近似的 无论是地理的 人口的情况 当然比香港人口少 没有那么密集 但新加坡政府这群精英 不管你喜欢他 不喜欢他都好 我经常都这么说 他们的抗疫政策 是走在病毒的前头 而不是跟着病毒的屁股走 即是他有超前的想法 默搏血氧仪的政策 就是超前的想法 他们那时候是否在想与病毒共存 是否在想与家居康复 其实我看到是同时间 与病毒共存的政策 都是去年已经开始 去年年中已经开始提出 8月左右提出 即是他是一种超前的想法 如果你要家居康复 或者家居检疫 家居旁边什么都好 你要减轻医疗系统的负担 你就必须给你的人民知道 第一不要恐慌 第二 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事 我怎么知道 是否需要求助 是否需要去急诊室看医生 我就告诉你 你可以知道 我发一个详细的指引给你 跟我说过的英国NHS的指引是很近似的 很近似的 然后 他送了一个默薄血氧业给你 英国是没得送的 你要买的 拿百六七元出来买 很快送到你家居 如果你家居有老人家 我觉得更加好 更加有用 如果有些长期平患 你看到他呆滋滋滋 身体很不舒服 你看他的血氧是否过低 就需要注意 我觉得如果人家的政府 无论你说是新加坡 以精英为主的政府 或者英国民主的政府 都用这个方法 鼓励市民 你无需涌来 这是很客观的 因为现在香港出现的惨犯就是这样 你涌去有什么用呢 都不能进医院里面 你根本就崩溃了 现在 就是用超前的想法 这叫做高瞻远逐 特区政府呢 都是四个字 倒死了 李家超说什么战争 都是后知后觉的事 敌人出现了你才打他 所谓敌人出现了他 都是用那点 要殲滅他 消灭他 是吧 用这个方法 这是很中共的逻辑 敌人嘛 当然要消灭他 你不可以和敌人共存 香港现在就是这样 我自己看得到 整个香港 整个香港 似乎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 头脑清醒 又或者 很多人都头脑清醒 但只有一个人敢于 又头脑清醒又出来说话 只有一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以前在卫生处做的一个高官 也做过医管局的行政总裁的梁柏彦彦 他不止一次的在Facebook里面 第一他是主张长远地与病毒共存 他要谷针 谷针的同事与病毒共存 我都说很客观 你根本都不够设施 你没办法不同病毒共存 大家记得他在省处的时候 他参与抗击SARS的2003年 我是那个年代认识他 亦都访问过他 现在医管局 我刚才说过指引 叫人留在家 等通知 要检测 14天后 如果你检测完 陰性的话 要自行放监 有些人在家等到14天 传语 都没进到隔壁设施 其实是没有意义 整个医管局现在崩溃了 是不是 好了 梁柏妍提出 是不是都需要 你被人在家等 要制定一个 详细的家居治疗方案 就是自我治疗方案 是不是 是不是都需要 像其他国家的做法 要详细的方案出来呢 我觉得这个 梁柏妍提出 这个提法是很重要的 你说过 叫人留在家 等自我检测 但是 我应该怎么做 但人家灵力 都清楚了 你会出现 發燒 頭痛 疲倦 等等這些症狀 不要緊 吃Panadol 喝多點水 睡多點覺 幾天 甚至更長的時間 每天做檢測 保持自己的身體情況 如果一旦出現 一些比較嚴重的情況 打11 更加嚴重的就是打999 然後就做自我的檢測 梁克賢就這樣說 他說 他在Facebook說 現在當局 整個政策是模模糊糊的 市民是難以明白 難以作出適當的選擇 他引用一位老人科專科醫生的說法 這個家居治療的方案 是叫做Omicron橫行底下的自求多福的方法 60歲以上其實都是較高危人士 小弟這些 不過一早打了三針 劉家自救的方法 是要管控好慢性疾病 定時是要打齊三針疫苗 確實實 老人家 勇去醫院 下街檢測 今天 記者問張竹君醫生 那麼多人確診 6000多人 有初確的6000多人 有多少 跟排隊檢疫有關 張醫生是無法回答的 確實是無法回答的 誰知道 但是 有沒有機會排隊的時候染了疫 我告訴你 起碼超過一半 甚至是六七成八九成有機會是這樣 排隊是會有機會染疫 去醫院也有機會染疫 梁柏妍說 一旦懷疑染疫就不要出街 減低與同住者的風險 無帶症狀的話在家觀察體溫 血壓和血氧 說錯了 血氧 不是中指 用食指 中指是對著某人 提醒要用血氧的測量而 血氧是嚴重症狀的最佳指標 醫生說 如果由98到94或以下就要叫救傷車 要不然 你困住自己五天 去康復就無需迫爆急症狀 開始說了這個血氧兒 小弟 當然不是聽我說 我不會自大到這個程度 這是所有醫生的常識 不過我作為一個評論人 在這裡提出來 另一位醫生周所人留言 他說 查詢血氧測量兒的購買方法 上網有 200到400元 OK 另外 陳佩賢醫生 做立法會 今屆沒做 講解 我覺得現在是民間自救 政府 因為 居家治療 是政治不正確的 所以他不會宣傳 民間自救 小弟 在英國這個地方 希望都可以盡一分勉力 大家看我這個影片的朋友 麻煩 你看完這個影片的時候可以推薦 給你的朋友看 是 有關於NHS的 家居抗疫的 指引 我再把連結再放一遍 大家都會強調這件事 陳佩賢也會這樣說 提醒市民要有 快速抗亂測試 血氧 測量疑 我們就叫做脈搏血氧疑 溫度計和退消日 不要恐慌 不要亂去醫院 如果你是輕症的話 就留在家 我覺得現在民間自救 我自己經歷過 沙士 風險節目 我自己覺得感覺是甚麼 我的評論就是 今天 跟沙士的年代比較好 沙士真是萬眾一心 因為為甚麼 因為沙士的時候 雖然董是非常無能的 他做這個特首 但其他醫護人員 民間 各醫生 大家都 用同一個指標 用同一個方向 去做同一件事 原因就是 那時候特區政府 是有自己的自主 那些專業人士 說出來的意見 政府是會聽的 那些官員是會聽 是繼續做的 雖然都是堵死一樓鞋 因為第一次 看到這樣的情況 但是今天 那些專業人員 很多都在躺平 我說例如梁霍言 是一個人 今天說一個人出來 其他人為甚麼不敢說 因為政治上不正確 其他官員 衛生署的官員 全部綁手綁腳 是否 早已應該提出是家居 隔離 輕症那些 為甚麼不敢全面推行 是因為 與病族 作鬥爭動態清零的政策不符 不敢說 是得梁霍言 因為 會被視為是雜音 會被視為是 天凡天亂 是不敢說 是不敢說 即是用李家超的說法 是甚麼 全面作戰狀態 分化和內好 不團結 所以就不說 只有梁霍言說 默霍血養嚴 這件事這麼重要 現在逐步逐步 至少是梁柏妍 陳沛言醫生說 陳沛言醫生說 我在這裡 呼籲大家 買回一個房子 尤其是你家裏有些高危人士 平日都有用 不是很貴 也不希望大家搶購斷市 網上有 也有 Amazon也有 其他網上也有 我想 大型藥房也會有 這個我相當有用 我希望大家 政府救不了你 民間自救 我亦都希望 看這個影片的 有些醫護人員 亦都 多點發聲 不要只是我在這裡說 大家多點發聲 我們是自己救自己 一定要自己救自己 我們香港人自己救自己的能力 和香港人自己救自己的精神 我覺得在沙士的時候 是做得很好 我希望自己 在這個 危險的關頭 再拿出 自己的勇氣 和 發揮自己的能力 在不同的崗位 繼續做 希望這個難關 很快到過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談到這裡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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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